近日,韩星朴敏英被爆出新恋情 南方的身份随后也被扒出 是一位满是争议的富豪 甚至还被判过嫌 面对这样一位新姐夫 无论是韩国网友还是粉丝都难以接受 朴敏英本人更是遭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骂声 29日,她的公司方面火速发出声明 声称已与对方分手 关于两人的分手原因也成为了大众热议的焦点 这位江宗璇住着汉南洞的豪宅 家里一堆豪车 每天看心情开 还分给了朴敏英一台拉风的黄色好车 让她代步 不过车不在朴敏英名下 但当事人这个身材实在太感人了 大豆奶如同怀胎七月 干别说传统广大的网友还找到了正脸照 评论区也都是一片孤豪 都说不能接受美女嫁给大豆奶 江宗璇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富豪 她在2016年的时候就因为诈骗行为被判刑 从金额超过150亿韩元 但是她却行风躲过刑罚 还保住了这笔不义之财 四年之后 她通过收购各家企业 空降成为财阀 虽然公司的执行人只是她的妹妹 她却是幕后的真老板 江忠贤在之前的四年间 活动轨迹十分复杂 生意关系更是难以摆在台面上 如今 朴敏英或许早已了解 未来将会出现的风险 她会在舆论压力 尽早脱身 同时还拉着姐姐一同摆脱干系 如果真是如此 不得不佩服朴敏英的果决敏锐 目前南方还未发表认可表态 有关事件的走向 后续还是值得关注